Hero的一队竟然被狼二队零封了 忠义结束视讯之后返回狼队 狼队的实力明显回升 在抹牙雷霆杯当中 忠义带队零封Hero 并且他的功本还拿到了一波四杀 第一局忠义选择了赵怀珍 前妻和傲神露娜的碰撞就操作了一波 露娜先手的情况下 忠义已经被打成残血 露娜想用一个大招收割 不过忠义一个一技能将露娜拉走 完成了反杀 紧接着忠义又在红去的草丛蹲到了沈梦西 一个大招将其击杀 单人开了一波节奏 随后忠义又在孙斌的配合下冲黄中 一个一技能拉断了黄中的链子 虽然黄中交出了闪现 但戈亚大招再次打出控制 赵怀珍也又是精准的一技能拉回黄中 最终将黄中击杀了 能感觉到忠义赵怀珍的熟练度非常高 虽然他的本命英雄是静这样的野荷 但是赵怀珍这样的蓝领英雄也打得有声有色 无论是节奏感还是控制都做得非常不错 也难怪得到了圈内各大俱乐部的认可 以赛第三局忠义拿出公本 在奥韩孙上香拿到双杀的情况下 忠义进场收割直接打出了一波四杀 不慌不忙操作很细腻 完全不像是个刚打职业不久的新人 赵怀珍要去找一手孙上香 孙上香身边在脸上 他公本武装又要无敌了呀 拖开了一个仓球并不害怕肚子伤害 是动了一下 但是公本又一又霸却 流氓这么继续留人 A刀直接杀 公本武装直接砍掉了要被吉祥满 112 21收掉公本拿了一手试杀 MERO除了打野无谓不在 完全是一队的配置 但是在狼二队面前显得毫无换手之力 看来狼二队在春季赛的表现并不是偶然 还真的是有S组的实力 忠义在这次转回期挂牌 AG非常想拿下 一开始说挂牌价格是350万 但最近已经有不少传闻说 忠义已经被抬到500万了 据说AG的预算有2000万 但为了一个没怎么打过比赛的选手 还是很贵的 最近AG已经开始试询Esta的紫金 可能还要再次评估忠义的价值 从春季赛以及最近雷霆杯的表现来说 忠义的实力确实很强 就看AG舍不舍得花这份钱了 AG舍不舍得花这份钱了